台湾 我的阿姨跟我的怡仗 他們都已經 都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們真的很愛台灣一個地方 是我之前都不知道 是 台灣戲劇 台灣戲劇 他們都會 他們在家 因為他們都退休了 所以出... 他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坐 現在也沒辦法坐郵輪了 可是他們要嘛 如果他們在郵輪 都沒辦法看電視 可是在家看電視 就是在看台劇跟漢劇 跟日劇 然後他們都會跟我說 你有看過什麼...那個影集嗎 然後我說我連聽過都沒聽過 他們說 你應該要看 他們都在介紹台灣的台劇給我聽 所以他們每次來 他們來了兩次 他們都會說 我在台劇裡面看到了什麼食物 你要帶我們去 他們上次也沒吃過... 吃過... 火鍋 對 他們看到台劇裡面 他們在吃火鍋 因為他們那個小... 美國小鎮 他們沒有火鍋店 所以他們就是指定我們 一定要吃火鍋 然後他們說 我阿姨還跟我說什麼 是不是台灣的家庭裡面 他們... 如果他們生了很多女兒 然後沒有兒子 他們最後一個女兒 他們都會幫他取一個名字 什麼招地 還說是不是有這個文化 我說 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 現在會招... 因為我知道的話家庭 全部都是女兒 都沒有兒子 我有看過一個招地 然後下一個來地 然後下一個再招... 又招 對 最近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是華人加入我的粉絲 就是加入我的臉書 我跟你講他們就講到 我覺得是台灣的綜藝 我跟你講說 尤其是我們節目WTO 真的是...最近真的是在國外 很多人都在看 謝謝 真的 她說謝謝這次疫情 我才會發現 有這麼好看的綜藝節目 謝謝... 真的是最近我收到的 我覺得還是真的滿... 很感動 對 真的 好 開心... 那小慧有沒有影響到家人 我覺得影響... 我的朋友周邊是台灣的 MIT 影響最大 因為我先講說我們家人好了 我先講到說 像我姐夫她從來沒有來過台灣 她沒有來過台灣... 她沒有來過台灣玩過 所以...可是我媽每一年都會進來 所以我媽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媽就很喜歡台灣的東西 所以就買了一些東西 就是她最後一次是買了台灣的 染頭髮的 對 她就買了泡泡軟就去... 就是想說送給我姐夫 當台灣的一些就MIT的產品嘛 就送給她 她就覺得很不屑 繼續得台灣的品質 應該差不多就那樣 對 可是我... 就泰國根本就沒有這種泡泡軟 可是泰國就有時候染髮肌 就很臭啊 有一些就染了頭會... 頭皮都會爛掉什麼之類 可是我媽就這樣 她就不屑就說就算了 可是最後我媽給她 她還是禮貌就接下 可是最後她用了過後 她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好用 可是她不敢跟我媽講 她就說 那妳可不可以就幫我買 就是拖一些領隊啊 朋友拿回去 可是最後到現在的時候 我每一次回去 她都先來賴我說 她最後又要什麼 什麼什麼東西 就是她的清單 我要回家 我的行李每一次的操縱 真的 就算我之前香港家裝潢 我爸要買家電 一般以前會想要買Made in Japan 覺得 可是因為這只... 就是最近我一直都說 其實台灣的那些家具 抽油煙機 我在講 其實也很厲害 所以後來裝潢好 我爸還拍照給我看 你看我真的買了 台灣做的什麼家電... 因為有些東西是靠著 我們平常跟家人 偶爾生活上的一種聊天 他們會記在心裡面 對 真的 所以剛剛這個部分 是他們影響了家人的感覺 還有朋友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國家人也喜歡台灣嗎 他們喜歡台灣的什麼呢 我們泰國人 對台灣印象最深 又最喜歡是台灣的 廁所 很乾淨 很衛生鏡 很乾淨 對 因為我帶團的時候 我們是接機好了 我們就往中部去旅遊 我就已經跟客人就講好了說 你們一定要到某個休息站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上廁所 不然的話 就要等還一個多小時 你們才到目的地 那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客人 他就覺得 不要 因為人太多了 他又看到遊覽車停滿多 休息站 他就覺得不要 他要忍 我就說服他說 你還是去上一下 台灣的廁所沒有你想像的那麼樣 他就想一想 他就下車了 他就下車 他看到好多人出來都出來 進去都進去 可是他進去過後又出來 他一來到門上 因為我在門上等他 他就說 導遊你們台灣的廁所 為什麼這麼乾淨 這麼好 還可以選擇 可以有 還可以有 還可以有座的 他就講到什麼 尤其是那個 衛生紙喔 超級轉的 我說有那麼快的 怎麼辦 我們太習慣了 旅遊回家 要回去的之前 我們會發一個就是意見表 意見表就每一個都要填寫嘛 可是就是五層以上 他們最喜歡 就是說你最喜歡的 這個里程是什麼 五層以上都寫說 廁所 我最...對印象最深刻 最喜歡是台灣的廁所 對... 對 所以我個人也覺得是真的很棒 所以法國人一樣 因為我家人都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他們說真的 台灣的廁所超級棒 我說那哪一方面 因為他們說很方便很乾淨 因為有去過法國的人 應該都知道 在法國很難找到廁所 對 鮮魚沒有 然後路邊也有 可是是很髒... 然後不然就是要錢 所以這很不方便 然後又很髒 真的...真的來台灣 那種很幸福到處 然後最討厭是 對 真的是很神奇 真的在法國是不行 不要...要被翻臉下去 所以他可能講廁所 覺得好像好好笑 我自己也喜歡 還有植物 還有羊那個盤災 我不知道你們要發覺 而且你在上廁所 還有笑話給你看 對... 還有平分滿意不滿意還可以 對... 還有為妳今天加油 對... 對... 土耳其人超愛的是手機 可是不是台灣牌子的手機 意思是台灣手機的物價嘛 因為是土耳其的手機超級貴 比如說在這裡是蘋果的一個手機 大概三萬五千塊台幣 可是在土耳其 五萬塊台幣 哇... 比電腦還貴 對... 政府關稅的問題 對... 政府關稅的問題是 這邊產息很便宜 手機很便宜 還有錄影機相機很便宜嘛 一個土耳其的朋友來這裡的話 他第一次問我 因為是他們在這邊買手機的話 他們是好像機票 他們的飛機的機票免費的 他們來這邊 所以土耳其人超喜歡 在台灣買手機的 因為是物價的關係 香港喜歡台灣的醫美耶 其實香港人其實好多人 都是專門來台灣做那種 或者是這種 他們怎麼不去韓國 韓國不是很厲害嗎 韓國也很有名 可是因為韓國做得有點太明顯 如果你去大陸做的話 所以台灣的那個審美觀 就剛剛好 就是做完之後會覺得很自然 不會一眼就看到你是一號 一號眼睛 二號鼻子 那個不會 而且沒有看到東區那些大樓 都是一大洞 然後全部都是什麼 醫美診所... 而且還有一條龍的服務 例如說你香港人要做醫美 他會包你飯店 包你觀光 因為你可能要綁住 一段時間沒辦法回去 所以整個一條龍的服務 所以台灣的醫美 其實是比韓國早有名的 我想說 只是因為韓國就是這十年 這五年很紅 可是在早 在早我小時候 就看到ID 他們是來台灣做醫美過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台灣的醫美比韓國更先 那時候 而且又近啊 沒錯 台灣的醫美 台灣也是整型國家 對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都整嗎 都只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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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吧 來吧